先天美不足,后天一来补,大家好我是碰碰,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主人公,是一起碰碰趴,迎来了两大文艺女神,一个是39岁的唐维,一个是30岁的妮妮。 众所周知,黄泉是一个很漂浮色的单品,很少有女艺人在红毯上拿来秀,除非是对自己身材特别自信,恰好,唐维和妮妮就是这样的人。 看完唐维穿黄裙,再看妮妮,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美人在鼓不在皮,记得前两天刷到董卿的小视频,大家都是这样说董卿的,脸上写着他看过的书和走过的路,这大概就是真正的美人吧,无关于外貌,无关于身材,单品气质这一点,就足以在秒杀很多女人。 今天的主人公,巧了,就是这样的人,妮妮的时尚在碰碰,看来是最有辨识度的,无论她是活动出席还是机场穿衣。 你都能get到她身上的那股灵气劲儿,而且是说妮妮的旅行是拍照法,已经成为很多小年轻如今拍照的模板,是文艺气质的不二人选了。 本身妮妮也就一个肤色很白的人,在黄裙的衬托下,反而越显皮肤白洗,一洗黄色,裸肩长裙,包裹了不少唯美与浪漫。 今天正巧是妮妮叔的七周年,碰碰也在制住妮妮未来可期,无论是影视圈还是时尚圈,都能带给我们想不到的惊喜。 而唐薇呢?我更愿意趁唐薇美而不自知,唐薇很少在人前露面,恰恰因为她的这个性格,才被更多人圈本,与妮妮不同。 她的肤色偏暗一点,但穿黄裙的她,依旧自信满满,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的话,大概就是端庄大气,温温而了,再闻一风之鱼,唐薇身上还散发着一种清冷气息,高冷到不敢让人靠近。 就是这摄影师角度掌握不好,这张有点矮了,但丝毫没影响唐薇骨子里的韵味和牙感。 唐薇39岁,妮妮30岁,两人同穿黄裙,终于见识了最高级的气质感。 你们更pick谁呢?我是碰碰,会第一时间为你解析爱豆们的最新传达,适用的串套小技巧。 喜欢的话可以动个小手点下关注呀,就你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